设计 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情境设计 动词里面分成了两大挂 一挂是B动词的用法 一挂是一般动词的用法 然后在一般动词当中又分成了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 这边 一般动词里面又分成两大挂 分成哪两挂 一挂叫做龟 龟什么 对很棒很棒 规则变化 跟不规则变化 那么基本上 我希望我们班的不规则变化 在这个学期就通通要把它学会了 OK不规则 今天我们先来看规则变化 动词三态 我希望你今天就开始背了 好来 规则变化当中 它既然有规则可循 它可以分成几种 首先第一种 在动词的字尾直接加什么 用来表过去 加一滴 第一种 第一种动词字尾直接加一滴 第二种 如果动词字尾已经有什么了 动词字尾已经有一了 直接加什么就够了 加滴就够了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当动词字尾 如果遇上咱们的子音加歪 遇上动词字尾子音加歪的时候 要去谁啊 要去歪 改家 IED宝贝 只有子音加歪才要 母音加歪要不要 母音加歪要不要 不用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 好 来 What happened 你发生什么事 叫做What happened to You OK 好 那如果你不用What happened 还有几种用法 线上的提供一下吧 你发生了什么事 他发生了什么事 Happened 后面可以加to 加人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如果不用What happened 还可以问什么 What's the matter But if you use What's the matter The preposition You have to use With somebody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你怎么了 What's the matter 怎么了 好啊 V有没有别的 有 还有一个 What's wrong 可是通常啊 当你使用What's wrong 的时候 后面也是可以用 With somebody 可是通常用 What's wrong 的时候 表示这个状况 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对 不好的 因为你使用的是 因为你使用的是 wrong 表示这个状况不太好 但是What happened 或是What's the matter 就并不一定 What's wrong 是表示这个状况 是不好的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哈 好 这都可以用来表示 你怎么了 某人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好 How come很特别 它哪里很特别 它可以等于why 没错 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使用的是why 我们就用正常疑问句的用法 是不是主持跟动词要颠倒对调 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你使用的是how come V要跟你说 它特别的地方在于 如果后面接子句 你要接直数句的用法 虽然它是疑问词 注意哦 它有两个很疑问词的东西 一个是疑问词就是how 一个是它后面仍然打的是question mark 一样打的是问号 一样中文解释为什么 中文解释为怎么会 为何 可是后面接的是直数句用法 好 来 V 举例给你提 你为什么会迟到 你为什么会迟到 Let's make a sentence 我们会怎么说 正常我如果用why的话 你为什么迟到 是不是叫做why are you late 对不对 正常是这样对不对 好 可是如果你使用的是how come 它神奇咯 一样用how 一样用come 可是how come you are late 后面一样是question mark 一样打问号 可是亲爱的宝贝 它一定是主词加动词 也就是它动词不需要颠倒 不需要对调 线上的宝贝们OK吗 好 好 谢谢大家